简安乡立幼儿园22号举办了这个学期的消防演练 有消防局和傅宣队到校园带领小朋友们 实际操作各项的防火设备和技能 乡长游淑珍强调防火教育要从小扎根 透过孩子们的学习把正确的防火观念带回家 让每个家庭都可以提升防灾技能 确保生活安全无语 加强幼童的防火教育 简安乡立幼儿园每个学期都会举办一次消防安全演练 邀请消防局还有傅宣队的专业人员到学校 指导老师和幼童们正确的防火观念和技巧 随着我们孩子的成长跟记忆 所以我们每年固定一定会来办理我们的消防演练 让孩子从做中学习 也让我们的消防知识概念向下扎根 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带回去跟我们家长们来做分享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消防的小种子 在家庭里面在每一个生活的氛围里面都可以担任我们的消防小天使 来注重到我们每一个幸福安全跟健康乐活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工作 孩子的学习像海绵一样无限的延展扩张 我们希望多元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带来他们生活上面的智能跟预能的一个充分的吸收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快乐在学习中 在参与中能够获得满满的这样的一个效益 带来生活保障 缤纷吉安幸福安全的生活 吉安幼儿园的消防演练包括了操作灭火器 涉水体验 认识消防车上的设备 烟雾是逃生 今年还增加了CPR教学 乡长、园长、老师和学童们都十分认真的学习 希望能够熟练每一项灭火技巧 并且通过孩子们把正确的防火知识带回家和家人分享 让每个家庭都可以提升防灾技能 确保生活安全无余 介络会吉安相报道